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德仁 有所长还不够 还要知所去向 话说在古代有一位鲁国人 他很擅长编草鞋 这鲁国人的妻子呢 他也有一样擅长之处 就是做帽子 有一天这鲁国人他想要迁居到越国去 有他的朋友对他说 你要到南方的越国去 一定会贫穷的 这鲁国人就问他朋友原因 他朋友说 你擅长的是编草鞋 草鞋相当然而是用来穿着走路的 可是越国啊 越国人的习惯是赤足走路不穿鞋的 而你妻子擅长做帽子 越国人呢 他们是不戴帽子的 越国人习惯披头散法 所以你们抗力二人 虽然有所长 有所长处 你们却到了 用不着你们的地方去 所以 我说 你们一定会贫穷的 我亲爱的朋友 这则故事 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故事告诉我们 人人有所长 而你的长处 需要找到一个 可以发挥的地方 否则 即便你有专长 那专长 英雄无用武之地 也就失去了价值 所以 我说 有所长 还要 知所 去向 比方说 我过去念的是中国文学 而我就在思想 到底 文学造诣 和将来的工作 有什么关联呢 因此 在我大学时代 我就把我的文学造诣 用在 新闻工作上面 我去做记者 我去搞报纸 做编辑 去学习 各样有关于新闻编辑的 技术 而在这个领域当中 的确 文学造诣的 长处 就可以得到 发挥 因此 我亲爱的朋友 你的所长是什么 你要去的方向 你是否 掌握对了呢 以上这则故事 是由 草原之音 在飞越频道上 所提供给德仁的 在此 向您说声谢谢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